我们再来关注我国死刑案件执行方式的重大改变 今后辽宁省死刑案件执行会由过去的枪决和注射并行 改为死刑案件执行全部实行注射方式 日前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的相关负责人 在辽宁省法院司法警察注射执行死刑工作现场会上公布 辽宁省的死刑案件都将采用注射方式执行死刑 这也意味着辽宁法院的死刑执行方式实现了从室外到室内 从弹头到针头的彻底转变 这种用注射执行死刑的方法行为的过程比较短 就是没有什么痛苦 据介绍辽宁共有16个中级法院有执行死刑的任务 从2001年开始 沈阳 大连 安山 本西等中级人民法院 逐步开展了采用注射方式执行死刑 从现有的硬件配置上看 已经具备了全面实行注射执行死刑的工作条件 目前他们共有注射执行死刑专用车三辆 固定注射死刑专用刑场10个 还有数名掌握注射技能的执行罚警 由于其中部分中院每年只有数量很少的死刑执行案件 没有必要建设专门的刑场 辽宁高院将通过调动死刑执行车 异地调警执行等措施来完成注射执行死刑的任务 注射执行死刑和枪决执行死刑 看是方法之争 实际这里边标志着法治建设的发展 就是用注射执行死刑 取代枪决执行死刑 标志着我们的执法行为更加文明 更加规范 更加人道 死刑犯纵然罪不可赦 但是他作为一个人最基本的尊严 与普通人并没有什么区别 因此在剥夺死刑犯生命时 尽可能的使其免于恐惧 减轻痛苦 维护他最起码的人格尊严 辽宁从蛋头到针头这一做法 无疑体现了我国刑罚上 人道的右翼进步 如今请您的并且看下来 您的阅明 请您的呼吸